好,我们接下去是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题目要我们找的东西是 Find the area included between the axis of x 就是x轴和这条曲线之间的面积 这条曲线叫y等于x3次方 y等于x3次方其实和y等于x平方有一点像 不过它是从左下角 慢慢的画到右上角去 可以一个这样子的图样 如果你画的比较宽一点应该是这样 不过呢你用你用左下角画 它应该是很窄很窄的 应该是很窄的 提醒一下大家一个完整的绘图是需要有 x轴 y轴 圆点 线还有线明哦 这些都是需要的 这一次题目要我们积分的面积 是从x等于-1开始 到x等于2 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面积哦 就这一块和这一块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整条曲线 它们形成的面积是 两块区域哦 可以两块区域 这一块区域 还有这一块区域 可以一个是x以上 一个是x以下 x以上的 x以上的部分就正常的积分哦 x以下的部分 像-1到0的这一块 我们积分的公式 就要换成是-y dx哦 因为它的长方形的长度是-y 这一块是正-y就x以上跟x以下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积分的範围会改变哦 -1到0还有0到正-2 一个是-y 一个是正-y -y的部分就会变成是-x3次房 正-y的部分会是x3次房 它们两个的积分都是 4分之1x4次房 可是前面这个部分有符号 后面这个是没有符号的 然后它们的积分范围也不同 前面的部分是从-1到0 后面的部分是从0到2 前面的部分我们需要带入0的 减去带入1的 后面的部分我们需要用带入2的 减去带入0的 所以写出来的方程式会长这样 这部分很多同学做错的地方是这边 这个符号-1哦 刚才是写错啊 这边应该是-1 因为四次房都是正的 所以没有注意到 好 所以这边 很多同学会忘记掉我的1 4分之1前面 其实是有符号的 所以这地方要小心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得到1 4分之1 加上4会得到4又1 4分之1 可以单位是units平方 因为是area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 嗯 我的面积必须要给我带分数或者是小数 可以不能给我4分之17哦 因为4分之17是假分数啦 我们在判断一个有单位的东西的时候 不太会使用假分数当做 答案这样子 这个是第11期 好下去我们看第12题 第12题题目分成三块 三个部分要做 首先题目要我们找stationary point stationary point指的是注点 就是dy by dx 等于0的点 可以dy by dx 等于0的点都叫stationary point 然后第2个部分要做的事情是nature of the point nature 指的是性质 所以这里我们在讨论stationary point的时候 是指注点嘛 这样什么叫nature of the point 就会有maximum minimum或者是infraction maximum或者是minimum或者是infraction 这题目没有写turning point的原因是 如果我在做一个turning point的题目 可是答案里面是有infraction的话会有点为难 因为infraction其实不属于turning point 所以题目是不想要让你只有找maximum minimum 可能题目会有infraction也可能没有啦 ok好 最后一个步骤你要做的事情是schedule 绘图哦 大致上的描绘啊 所以这所谓大致上的描绘会跟上一题类似哦 就是你还是要有x轴要有y轴要有圆点啦 看得到等下有线还有线0哦 这些都是要的 好所以我们就开始 所以我们要找schedule point 我们必须要有d by dx 等于0 所以y等于四分之一的x四四方 减三分之一的x三四方加1 当我们去做dy by dx 的时候 你会发现四班下来跟四分之一越减 会得到x三四方 三班下来会跟三分之一越减 会得到x平方 1的微分会变成0 所以x三四方减x平方 这时候因为我们要找schedule point 所以to find schedule point 不过这里如果你是写maximum minimum 也都不要紧啊 这都是可以啊 不是很关键啊 反正你一定会做到d by dx 就对哦 你一定会做到d by dx 等于0 所以x三四方减x平方等于0 把x平方抽出来 x-e等于0 我会在这里得到x等于0 还有x-e等于0 也就是x等于1 可以两个部分 ok 好 所以找到两个点 可以两个 会让我的d by dx 等于0的x表 这里你其实可以直接去找y 如果你要的话是可以的 因为 不影响嘛 像这里x等于0 你直接去找y 就找到y等于1哦 这样你的第一个stationary point 就是01 1 然后12分之11 所以你的第二个stationary point 是1 然后12分之11 ok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 是01的这个点哦 可以01在这边啊 可以01的这个点 他的斜率一定是0的 一定是平的 因为你的这个点是stationary point 然后1跟1 1 然后12分之11 这个点也是平的 可以也是平的 所以这时候同学就会有这种幻想 就是图图大概大概应该是长这样吧 就上去然后再下来吗 或者是 呃还有别的可能性吗 有可能下去再下 没有啊没有可能啊 你如果今天这样的话是不对的嘞 因为今天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点 还有一个会等于0的情况哦 可以大多数会以为是这样子啊 不过我们只要去做 呃判断的时候 可以我们要提成min the nature 的时候我们会做24微分 所以当我们去准备24微分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24微分变成3x平方-2x 能在0上面作用啊 这时候我们就回归到原本的计算方法 可以当x等于0的时候 我的dy by dx 哦 他也是等于0 这时候这个点上面我的曲线是平的 可以接下去 我们要去看比0小一点的数字 还有比0大一点的数字 比0小一点的数字 你可以带任何的数字 -1-2-3-4都可以 可以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 你带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在01这个点的左边 就0的左边啊 你会发现他的斜率都是小于0的 你带符号进去 可以假设你带-1进去 可以x等于-1-1我会有3乘上-1的平方-2乘1 诶是正还是负 3乘1平方是3 然后负负得正 3加2诶 是正还是负的 是负的 哦没有不是带24微分 sorry 老师也乱了 要带14微分 所以我们要带14微分 所以我们回去看左边的14微分这个 所以如果带x等于-1的时候 我的14微分 它就会有-1的三次方 减掉-1的平方 这样我就会有-1加 kort 所以在我的0的左手边这个地方是负的 这样斜率就会是导向左边这样讲 给这时候震的也一样 k 震的部分就比较讲究你只能够带 k 你只能够带 0到1之间 你如果今天这边带2的话不对了 因为2已经超过我的下一个stationary point 我要判断的是这块区域的斜率 因为我现在知道左手边这块区域的斜率是真的 也是负的 k 左手边这块是负的我们已经发现了 现在我们就要知道0跟1之间是怎样 不过其实0跟1之间已经是很显然的 因为等下如果你有去做 呃 x 等于1这个点的 24微分就会发现 x 等于1这个点是min k x 等于1这个点了 叫我真的去做啊我写 x 等于1 k 我会发现我的24微分在这边会大过0 带24微分啊3-2嘛 所以是大过0的 代表这个点是一个minimum point 我的1 k 我的1 12分之11是minimum point 这样他其实一定是这样子哦 k 其实我们可以确定这边一定是负的啦 不过 你还是可以用带数字的方法 去确认0到1之间的斜率 所以0到1之间的斜率 你会发现他其实也是小于0的 这边也是小倒下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inimum point 因为他下去了又下去嘛 k 不相信的话 我们还是带个数字进去试下啦 k x 等于0.5 记得啊是带 是带24微分啊 我是刚才带错啊 所以如果带24微分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是0.5的3次方 减去0.5的平方 k 你按计算机就会发现他是负的啦 k 它会是负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 ok 原来 0.1这个点是一个infraction k 这时候我就可以找到这两个点的性质哦 一个是infraction 一个是minimum 所以这点既然是infraction呢 他就会往下了之后再往下 然后这个点是minimum 所以他会往上变成一个最低点 这时候你就把整个图画出来哦 最简单来讲画图大概长这样啊 可以画的画成没有画作标的情况底下大概长这样 好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 因为我们需要把呃 线的名字写进去 所以y等于四分之一 x的四次方 减三分之一 x的三次方 加一哦 可以这样子就算是完成整个题目哦 找 找sessionary point 判断他们的nature 跟sketch的graph 可以三个步骤一下 可以这是第12题 好 接下去是13 第13题是8b的题目 他讲有水导进去一个con 然后这个con的vertex倒vert 所以表示他是导过来放啦 像这样子啊 导进去这个con里面 ok 导进去con里面的速度是9cm3 4分 per second 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dv by dt 是9 dv by dt 因为单位是cm3 4分 per second cm3 4分是属于volume的单位 x是属于time的单位 所以dv by dt given that the ratio of radius and height is 1比3 所以height 而radius跟height之间的比例是1比3 从这边我们斜对角成可以得到h等于3r 不过我们等下做的时候会用到的是r等于h3啦 其实是可以先准备哦 r等于h3 可以等下会用到的是这个 跑下去 when the depth is 3cm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做带路的啦 when the depth深度是3 所以h代表是3 这是后续才会做的啦 我们来看下题目 我们找的东西是the rate of change of water height 所以水的高度 the rate of change 所以指的是dh by dt 这是我们a小题要找的 b小题要找the rate of change of water surface area water是水 surface area是表面积 所以合起来这东西叫 水面的表面积 所以什么叫做水面的表面积呢 当我把水倒进去之后哦 这个地方的水位会慢慢上升啊 倒水进去的时候 这时候我的水面的圆圈也会改变哦 它会越来越大个 所以这里讲的water surface area 其实指的是circle 不是在讲con 不是con的surface area 因为con的surface area还需要πrl嘛 可是这里其实不是哦 这里要是circle而已 水面的那个圈圈而已 好 所以a小题我们要找dh by dt 我们首先要先有volume的公式 volume的公式是三分之一πr平方h 因为这是一个con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r换掉 为什么是换掉r哦 因为题目给要我们找的东西是dh by dt 我们最后是要做dh by dt dh by dt 会用到的东西是dh by dv 乘dv by dt哦 做圈入啊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把r换掉 把它变成是h除3 这题目其实如果你要做 那个你要做r是做到的啊 你把h换掉是做到的 只是他的步骤上面就会比较麻烦了 这个步骤上面就会比较麻烦 因为题目要你找h嘛 可是你硬要用r来做就会比较麻烦哦 还是做的到的啊 ok好所以我这边就会有平方哦 所以就会变成27πh34哦 3的平方变9 9跟前面的3乘变27哦 然后h平方乘h34 这时候我就可以去准备dv by dh 可以去做对h微分 3搬下来跟27月减 会变成1 9分之1πh平方 ok我这里劝入需要用到的东西是dh by dv 所以我需要把这边做倒数 dh by dv dv在这边就会变成πh平方分之9 这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放进去我的dh by dt的公式 πh平方分之9乘上dv by dt题目给的9 我会得到πh平方分之81 这时候题目就会告诉我h是多少哦 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水面的深度h等于3 放进去我的dh by dt里面 他会得到81除以π乘上3的平方 3的平方是9 9跟81月减是9 所以这边会得到9除π 这时候题目要我们给的答案是 correct to do testament phrases 就是两位小数 这样我这里按计算机去按9除π会得到2.86 然后这个东西是dh by dt 所以我们会有cm per second 水位高度跟时间单位 这是a小题 来b小题 b小题我们要找水面的面积改变 所以水面的面积是area等于πr平方 所以da bydr 不能做da bydr 因为我们同样是要用到h来做 所以这题你还是要把r换成h 所以你会有h数3的平方 所以这里会有1.9πh平方 我们才去进行da bydh 当我们做da bydh的时候 四方的 四方搬下来四方减一 所以我们就会有2.9πh 这是我们的da bydh 这时候我们回头去想 题目要我们找的东西是rate or change of area 所以da by dt 他就会是da bydh乘上dh by dt 可以da bydh是我们找到的2.9πh dh by dt是我们刚才找到的81 除πh平方 我们才开始越减哦 π跟π越 h跟h越 9跟18越变成是9 所以我们会得到da by dt 暂时的结果叫做18 除h h8除h 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要把h等于3带进去里面 所以当h要选择我们可以找到的dh by dt 我们可以找到dh by dt 他就会是18除3 也就是正6 可以这题不需要敬畏 因为他没有怎么要带入数字啊 有拍那些都没有 所以da by dt在这里就会是6 单位是cm平方per second 因为是area 可以就这样 这是第13期